为了推广本县西洋棋风气 并从小培养学子专注力以及逻辑思考的能力 南投县议员张家哲 今年除了在同德高中 举办西洋棋委员会成立大会 也举办亲子推广体验营 活动当天人山人海 家长都带着小朋友一同参加 现场更有大型西洋棋盘相当特别 同德高中校长统建文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 立委徐淑华 以及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理事长刘格飞等人 都到场共享盛举 今天很高兴到南投同德高中来参加 南投西洋棋委员会的成立 加上亲子的推广活动 那西洋棋在全世界运动项目里面的会员国 它是第三个最多的 有超过165个国家的会员国 它是一个世界交流一个很重要的运动项目 所以我们很高兴南投这边有这么成功的一个推广活动 那我们全台湾的棋王好几个来自台中地区 那现在都在这边上课 那我相信由棋王交出来的小朋友 那以后南投这边马上会出好几个棋王 那西洋棋呢是我们国际交流重要项目 也是奥运唯一认可棋类的一个表演项目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南投这边扎下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 那在这边扎了根之后 能够推广到整个南投跟台中跟彰化地区 我相信这边会是我们整个西洋棋的重镇 统德高中校长统建文泽表示 期盼藉由这次活动的举办 能够从小培养学子对于西洋棋的兴趣 进而未来参与各项赛事 今天我们在统德高中办理西洋棋亲子活动 亲子体验活动 我想这个活动在南投县是一开始在推动 所以正在门雅期间 所以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推动由小学生 小朋友来参与 让他有兴趣 慢慢的兴趣培养以后再来这个比赛 我想今天有我们的全国理事长 刘理事长还有许立伟 还有我们的议员 这个郭一言都会到 我想这个活动 希望以后在南投县能落地生根 推动的更顺利 这次活动 我们张嘉哲议员 就是我们的主委 我们免费学校场地提供给这个配合全国西洋棋协会 及南投县西洋棋协会 办理此次活动 我们第一次办活动 利用亲子的方式 让小孩子比较有兴趣参与 让父母也了解这个规则 回去也可以指导这个小孩 而且会后我们送每位学员 一个呢 一副西洋棋 让他们回去也可以练习 而且这次的活动 我们的董事长 同德高中董事长 习董事 他赞助我们南投县西洋棋协会的十万元活动奖金 我想这次也要感谢董事长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指出 西洋棋委员会在本县迈进一大步 除了感谢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 协助县体育会西洋棋委员会之外 也感谢同德高中对于西洋棋的大力支持 今天很高兴 由南投县体育会的西洋棋委员会 成立的日子 大好的日子 西洋棋委员会在南投县 即将迈入的一大步 我们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 来协助我们南投县体育会的西洋棋委员会 我们再同等高中 谢谢我们许董事长 还有我们同校长 谢秘书的支持 毕竟我们西洋棋也是一个 雅运的项目 我们即将也在努力争取 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全民运动会 能够排入这个西洋棋的赛程 我们期待我们2022杭州亚运 我们南投县的选手 能够进入亚运的代表队 我们非常的期待 毕竟西洋棋在我们南投 还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运动 我们希望藉由此事 在同德高中举行这个体验营 能够带动很多的喜好西洋棋运动的学子们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人士 能够参与这个西洋棋的运动 推展整个世界的西洋棋的趋势 我们很祝福这次在我们同德高中 举办这个活动能够非常的顺利 我们也非常要感谢我们张嘉哲 张议员来承担这次的 我们西洋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我们期待他把西洋棋委员会 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让南投的西洋棋能够在外面花光花热 家长表示南投县很少有西洋棋活动 这次成立西洋棋委员会 并举办闯关活动 感到相当高兴 因为孩子们在过程当中 除了能够认识到不同文化 透过西洋棋还能学习到 专注思考的能力 今天很开心接受那个老师的邀请 来参加西洋棋的体验活动 我觉得我会带小孩子来参加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棋子 其实可以训练孩子的专注 对啊所以在老师的热情邀请下 就带孩子来体验看看 对其实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认识不同的文化 然后他今天来其实非常的兴奋 因为毕竟有很多个关卡 可以让他闯关 然后认识不同的棋艺 南投的部分的话 其实很少有西洋棋的活动 然后这次刚好有机会 可以让我小朋友来参加 小朋友对西洋棋其实也懵懵懂懂 我觉得对小孩的启发 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 他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跟我的小朋友有一起参与 然后我也学到了西洋棋的一些玩法 那现在小朋友他就是 在跟一些哥哥 还有一些姐姐他们大家一起在玩的时候啊 我觉得也可以动他的脑 就是让他动脑 知道说西洋棋跟我们其他一些围棋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在这一次的活动 我跟他一起参与中 我发现我可以跟他一起玩 西洋棋这个游戏 蛮有趣的 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学西洋棋 我觉得西洋棋可以学到很多的战术 后来就去比赛有得理 所以后来就这个比赛是很好 那我有两个小朋友 现在大概是小二跟小三 他们对于西洋棋是非常的热衷 那每天都很喜欢下棋 那他们对于透过参加比赛 可以获得可能获得好的成绩 就会有一些成就感 那他们也会更热衷在 西洋棋的这个活动上面 那很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来参加那个西洋棋的活动 那他们就是喜欢四处找人下棋 我觉得这个也相当不错 除了增加他们的那个逻辑的感觉 那也可以交很多朋友 统德高中招生处干事黄小燕指出 透过这次体验营活动 看见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加 借由这样的方式 也能促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呢 看到非常多的家长 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 那这也算是可以让 他们有一些亲子的互动 不要就是都一直待在家里 然后趁这次的机会也让他们可以认识 一些西洋棋的一些体验 对 那他们这次闯关之后呢 我们会有那个 让他们有带回去的西洋棋 让他们可以在家里一起玩 一起 增进他们的亲子关系 先议员张家哲表示 在2022杭州亚运上 西洋棋即将成为一个项目 也期许选手们能够在国首选拔当中 获得国首资格 参加亚运 为国争取最高荣耀 那今天很高兴了 我们南投县的同德高中 在学校举办西洋棋的研席 也会中带领了我们附近的小朋友 一起来学习西洋棋 那接下来在2022年的 亚运会杭州举办 西洋棋也即将成为一个项目 我们也期许我们南投县的 这些小朋友选手们 可以获得国家的选手选拔 然后到杭州参加2022的亚运 获得最佳的成绩 为国争光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持续来推动西洋棋这项运动 那这西洋棋 不管是学生的 智力跟体力的发展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 透过同德高中这样一个据点 来持续推动西洋棋这项运动 也欢迎各界的好朋友 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西洋棋 透过西洋棋来培养自己的心智 我想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非常推行的一项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西洋棋 来玩西洋棋 来参与比赛 进而得到选手的资格 可以为国争光 我们很高兴 在今年终于成立 我们南投县体育会的西洋棋委员会 在各方努力下 也感谢同德高中大力的配合 我们也成立了南投县体育会的西洋棋委员会 由我来担任第一届的主委 我也希望透过我的力量 来推动西洋棋这项运动 那也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也接下来是我们下一届 亚运的比赛项目 也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投入 那未来也很多学习西洋棋的小朋友们 在学业成绩上 也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所以我也期许大家一起来 学习西洋棋这个活动 先议员蔡明轩指出 相当感谢张艺元 对于西洋棋推动职用心 成立西洋棋委员会 也期许未来能够向下扎根 让西洋棋在本县各个学校大力推广 感谢我们一位同事 我们的张家者议员 替我们南投县成立 我们全国第八个 西洋棋的一个委员会 尤其西洋棋可以增加 我们小朋友 还有包括我们大人 都有一个 可以沉着冷静思考的 一个下棋的一个活动 也感谢 然后让我们南投县 也可以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委员会 来服务我们这些 爱好西洋棋的这些伙伴们 未来当然也是希望 可以向下扎根 慢慢在各个学校 也可以把西洋棋 慢慢来做一个推广 也感谢在我们同德高中 举办这么不一样的一个成立大会 也让我们的亲子 可以一起来闯关的一个游戏 让大家更认识西洋棋 也相信西洋棋这种魅力 一定可以带给所有一个 不管你是爱好西洋棋 大家各位好朋友 一定可以学习到西洋棋 趁着冷静的一个观念 让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好好的来思考 好好的来去做一个 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 西洋棋这项运动 近几年来相当盛行 在国际赛事上 更是纳入项目之一 这次成立西洋棋委员会 也期许达到培训的目的之外 也能渐渐将西洋棋这项运动 更加推广 因为西洋棋竞赛是最新的 最近这十年来一直在发展的 国内的孩子很多也都很踊跃的加入 因为我们以董事会的 学校办学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说西洋棋的竞赛 让孩子学到西洋棋的策略 还有让孩子做事前都会有先思考过 然后有策略 然后有进攻 有防御 所有在他的人生中 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困难 我们也让这一个西洋棋的竞赛课程 让他们融入 以后他们面对他的挫折的时候 还有面对他生意场上商场上的竞争的时候 他有策略 有进攻防守 还有一个全方位的思考 这个是我们董事会办学的 我们很期待的理念 那第二个他这个西洋棋 他在这个目前台湾 算是新兴的项目 我们南投的 就是西洋棋协会 是算第八个分会 那刚刚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理事长 也期待 我们把它组成到十一个分会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 可以加入全中运全民运的比赛项目 那这个也是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的目标 那我们同德高中的董事会 也以这样子的协助的角色 来协助这个中华民国西洋棋协会 然后达到他们希望的一个运动赛事运动项目 这样 透过这次的成立大会 即体验营活动 除了让西洋棋这项运动 在本县迈进一大步之外 借由体验营的方式 不仅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 也能引发学子们对于西洋棋的兴趣 议员们也期许 借由这样的方式 能将西洋棋这项运动更加推广 民意新闻邱平俊专题采访报导